梦想家演出烧掉两亿人民公堂 南部艺文界大喊不公平 透过木偶剧表达内心不平衡 你今年为何没参加 就是让百年建国的好戏 哎呀 说这就落空 因为我又比人家是南部人 所以都没完全参加到 百年的外公啊 哎呀 这样全没公平 文建会推百年活动 只是演出团体名单 似乎看不到南部艺文社团 几乎都被中北部包办 引发南部艺文界踏乏 感觉到中北清南 南部只靠地方一些辅助 所以跟百年根本就是 好像我们南部人 好像没有再过百年的感觉 南部社团没机会搭上百年表演 相较梦想家两天花两亿 儿童剧团制作成本百万元 中央却只补助36万 全台巡回演出 光是桥场地就处处碰壁 艺文场馆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点受到限制 因为当地的场馆 可能他们会办一些建国百年的活动 我们认为选前 我们就很想要知道 究竟这中间有没有 贪账王法的问题 文建会办建国百年 梦想家烧钱演出惹风波 南部艺文界 再批被中央忽视 争议又添一笔 三连新闻松本推永全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